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今天也是买了一支机轮套筒 这个是72尺轮的 这个体积稍微大一点 我想买的并不是说这么大 但是我需要那么长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伸瘦的 应该可以拉这么长 但是这个确实有点粗 粗的话就影响我们的动作了 我看一下今天这把能不能顺利的把它拧出来 你看它这个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然后我们这个套筒刚好它是能套得进去的 不过我们锁的时候就没有说那么随意了 每次装着马桶拧着两颗螺丝是最多的 其他的都还好 其实这两颗螺丝难搞啊 今天换了一个机轮帮手还好一点 难锁 就是说它一下子没有那么多空间 可能就锁个一两一两尺 这样的话我锁一个我直接锁好久了 一次的话只能打个两三尺 因为它的空间就那么小 很多人说这个马桶会不会做断 那我是一百多斤 那我一百多斤炸上来也没事啊 除了你家的人都有四五百斤哦 那这个我就很难锁了 一般来说一两百斤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都锁紧了 基本上都能贴到墙 总结了一下 用这个机轮套筒呢 确实要比那些板手好用得多 虽然说它拧着两颗螺丝也要费很长时间 但是它能锁得紧 像我们其他那种扳手的话 它同样费很长的时间 但是它就是拧不紧 所以我们装这种递过马桶 还是去搞一把吧 这个堵盒这里现在没有说扣上去的 我还得用个模机把它切掉 之前我装过的我记得好像只是扣上去就行了 可以轻松的拿下来 正好我们要给它试一下水 不过我现在搞这个按键根本就没有反应 可能它那个水箱没有注水 我们可以把这个盖板给它拆掉 这里是活动的 所以以后我们要检修的时候 也是要把这个给它拆掉 才看得到它里面到底是哪个地方坏了 有些水箱呢 它里面是还有一个角阀了 那个角阀要打开来它才会出水 但是这个里面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那个角阀 那应该是这个水箱是不带角阀的 好现在我们就要看一下它这里了 你看它果真 这个进水管都没有接哦 之前的话哦 我是有写在这里让他们一定要自己PPR管的 但是他们现在把它做成活动的了 搞了一个水箱 上面就放了一块那个大理石的盖板在这里 随时可以拿下来 这样的话它就把它做成活动的 它想要检修或者奥基石楼的 它就非常的方便 这样也挺好的这样 然后他们就说用这种软管就行了 你这种活动的话用软管就没关系 后面要放的话也很好放 但是你说是预埋到前里面去的 就一定不能用软管 我现在呢 暂时买了一条软管过来给它接上去 因为我要试水 这里有一块海绵 我们把多余的给它切掉 它这个闭管马桶呢 是要装这个智能马桶盖的 所以当时也是有让它流的一个水跟那个电源出来 不过它流流错方线了 它把那个电源给它流到左手边 本来左手边又流这个脚伐才是对的 现在的话它把水流到右手边去了 这样的话它的管就不够长 我让它去换一条长一点的管 这样的话切出来并没有说有那么难看 然后就把多余的堵盒给它切掉 四条边一切的话 它这个就可以掰掉的 上下掰一掰 它本来就有虚化的嘛 然后就可以轻松的给它撕出来了 直接用借刀借也可以 我就习惯用手给它巴拉两下就可以拿下来了 之前我装的时候就跟他们说过这个堵盒这里贴装的时候就不要超出来了 留一点你如果超过它的话后面它这几条 塑料的楼杆它是不够长的 你让商家配它也配不了那么长 那你只能去找一些小配件的厂家自己去配几条过来了 我上次去装过就有遇到过这一个问题 问商家的话它说它没有那么长了 它这几条塑料的楼杆它就只有这么长 长的话我们还可以把它剪掉 短的话那根本就够不着 这两条呢是冲水件的 我们插进去之后 这里我们要给它拧一下 拧一下它就紧了 它刚好是可以推的进去的 最后就是盖上这个盖板就完事了 有一种是从左边推 有一种是从下面推 我这个呢就是从下面推上来盖住的 现在试一下冲水了 我们主要还是要看它有没有漏 就怕它漏 漏的话要全部拆出来 那就太麻烦了 我刚刚试了一下都没有漏水 我们确认它不会漏水就可以打上玻璃胶了 最后我就把它这个水箱盖 给它盖上去 它这个是做的活动的 要检修的话确实就是比较方便一点了 好 好